先别着急 先别着急 开始开始 你起了吗 起 好 起 慢一点慢一点 江苏常州挖出一具血色宏观 虽历经千年 但棺果色泽鲜艳 表面七层 正亮如新 犹如刚下葬一般 专家见到此景 连忙命人封锁现场 因为棺果材料罕见 为了保留整体 研究人员决定 先通过X光探测内部 结果发现棺中 竟然有一双眼球 一闪而过 这棺果中究竟是谁 内部的眼球又是何物 而它又为什么能千年不朽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走进 千年血关的诞生之谜 2018年12月的一天 一群工人在进行着污水改造工程 但他们却并没有急于工作 而是围着一个水坑 议论纷纷 在坑中的水被抽干后 一座墓葬竟出现在大火眼前 接着长洲博物馆立刻派专家赶来 考古人员到场后 发现墓葬实事上的砖块 垒得十分整齐 就像刚刚修建的一样 经过初步勘测 考古人员发现 整个地区是有三个墓葬 写成品字型排开 专家通过对形式和规模判断 这三座墓葬应该是建于宋元年代的 在对墓葬简单命名后 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在这期间考古人员发现 三座墓葬的保存程度有着明显差异 一号墓和三号墓的保存相对较差 经过对他俩的简单勘测后 发现其中的陪葬品虽有不少 但总体来看 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程度 并未发现一些罕见的物品或现象 之后考古人员在清理二号墓的时候 大体上也并未有什么奇特之处 而就在考古人员 离开墓葬上的墓板 并把棺果上的淤泥清理后 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一副色泽鲜艳的红色棺果 出现在世人眼前 尽从外观就可以判断出 它的材料肯定与众不同 这样完整的宏观 就连身经百战的考古人员 也是第一次发现 整个棺果如同新的一样 在周围环境的衬托下 甚至还有一丝诡异 专家对此连忙命人封锁现场 为了更好地对着罕见的棺果进行清理 专家当即决定将棺果整体打包 带到有专业器械的实验室 进行更加细致的看测 但就在专家准备进行开棺大包眼符时 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整个棺果中居然一个缝隙都没有 江苏常州惊显血色宏观 历经天年 整个棺果却依旧艳丽如新 犹如刚下葬一般 到场的专家仅看了一眼 便立刻要求封锁现场 而在用X光探测后 竟发现棺中有一对眼球闪过 血色棺果如何做到千年不朽 这眼球又到底是何物 在专家将棺果带回实验室后 立刻做起了开关的准备工作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 将要打开棺果一宝眼符时 一个离奇的现象 让现场的专家全都愣住了 这么一个硕大的棺果 它的构造居然浑然一体 上面连一个小细缝都没有 专家使用了各种方法 尝试了二十多分钟 愣是没有遗住可以下手 面对这个情况 按照以往的流程 通常会采用相对暴力的形式 来打开棺果 可这个棺果确实太过罕见 而且整个状态十分完好 表面的红漆油光增亮 其本身就相当于简贵重文物了 肯定要尽量保存好棺果整体 因此专家决定 采用X光设备 对棺果内部进行一个 大致的观察后 再决定开关方式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就这样照一想 居然又发现了个意想不到的场面 这些X光的照射下 屏幕上一片花白 关内的情况是一点都看不到 就在所有人失望至极时 一双眼球突然在画面上闪过 这让现场众人都感到十分不解 经过几次检查 专家发现 原来是因为棺中的积水 吸收了X光的射线 导致画面无法显示 观过内部的详细情况 而那对眼球目前专家还无法判断究竟是何物 对于这样的情况 专家认为 还是需要开关来进行验证 接着研究人员更改了探照方案 决定用X光先找出观钉 让人高兴的是 观钉的搜查是十分顺利的 专家也根据这么一个微小的肉眼 无法看到的观钉 制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开关方式 首先用木蝎沿着观底四个方位相入进去 然后用大型吊机牢牢的扣住观国顶部 接着随着起吊机的发力 观身与底板慢慢分离 再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 观国内部终于出现在众人面前 所有人都激动的围了上去 只见乌黑的观叶中 躺着各种各样的陪葬品 金银玉器里面应有尽有 角落中的一个茶碗 更是透露着淡淡光泽的问题来了 之前那双眼球到底是何物 江苏常州惊险血色宏观 观国色泽鲜艳 整体七层油光增亮 仿佛刚刚下葬一样 在场专家仅看了一眼 便立即命人封锁现场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整个观国浑然一体 上面居然没有一处缝隙 随着观国的开启 里面的随葬品一一出现在众人眼前 各种材质的文物里面应有尽有 而那眼球状物品 专家搜寻后发现 是那些造型奇特的器物 被掩埋在泥浆后 因为X光无法清楚地显示 让人误以为是眼球 在通过对随葬品的整理后 专家判断 木主应该是名女子 而旁边的竹币和木书 也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兴趣 作为古代女子整理发型的物品 他们的造型通常都十分朴素 但材料一般都是贵重物品 从中不少有像象牙那样的珍贵材料 而且在古时 他们通常被作为礼物 由男子送给女子 而长洲素有书币之乡的美誉 考古人员在这观国中 所发现的木书 每一把的做工都十分精细 再次向我们反映了 长洲书币的远远流长 通过这些书币的做工 再结合宏观那罕见的欺灭 专家推测 木中女子生前一定是一位达官贵人 因此也立刻对尸骨进行了全面检测 通过现代仪器的分析 观中尸骨的死亡年龄 应该是51到60岁之间 不过十分可惜的是 观中并未发现木制名类物品 从而也无法证实 木主古时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而为何这宏观历经千年却依然色泽鲜艳 答案就在木板下的那层泥浆 经过专家检测 发现那是有极强防腐效果的青泥膏 再加上棺果本身结构完美 所用的材料也是上乘 才使得它在出土时 乳缸下葬般 赠量如新 到此为止 千年血管中的秘密 也终于是浮出水面 而之后还会有哪些奇特现象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接着看 我们下期接着看